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基于消息的分布式事务 首先我介绍一下分布式事务的背景 随着传统的单体应用架构不断的走向复杂 传统的单体应用无法满足高并发大流量的业务场景 我们把它逐步的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微服务 在分布式的环境下 由各个微服务访问的数据库是相互分离的 服务之间不能依靠数据库的事务来保证自信 这样就需要在应用层面提供一个协调的机制 也就是来保证一组的事务 相互之间是要么是同时成功 要么是同时失败的 就是分布式事务的应用场景 它主要有下面这几个解决方案 我将逐一的介绍一下这几个方案 首先是RPC RPC是一种强一致性的方案 它是利用数据库底层提供的事务的接口 也就是XA接口 XA接口是由Xopen组织提出的一个分布式事务规范 很多数据库都实现了XA接口 它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prepare 另外一个是commit 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 如果有一个失败了的话 那就把其他的都回滚 如果全部都成功 则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commit阶段 在commit的时候 需要保证它必须要成功 如果它有一个失败的话 那么前面之前已经成功提交的 它是没有一个补偿的动作 所以它必须要从事直到 这个commit成功为止 这个在整个事务执行过程中 它是会加锁的 然后它 然后而且它存在单点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数据库挂了之后 那整个整个分布式事务都会被锁住 因此它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少变 从上面可以看到 由于分布式系统的一致性与可用性 难以同时满足 所以要实现强一致性的分布式事务 必然会牺牲一定的可用性与性能 在单机场景下 事物具有的ACAD理论难以得到满足 因此提出了分布式事务的BASE理论 它的基本可用是指 在单个组件不可用时 能够保证整体的继续工作 柔性状态是指 使允许系统状态的更新有一定的时间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 它可以是不一致的 但是保证最终一致性 在BASE理论指导下的柔性事务 一种实现方案是通过本地消息表的方案 在这个例子中 有两个事务的指示务 分别是创建订单和轻通购物车 我们通过在创建订单的本地事务中 加入一个语句 插入消息表 这样就会保证订单和消息表中的消息是一致的 然后有一个后台消息 后台任务去扫描消息表 把没有发送到消息队列的消息 发送到消息队列 如果发送了这更新消息表的字段 表示它已经成功发送 如果发送消息队列失败了 根据这个消息表中的字段 可以重新扫描 就会保证消息表中的消息 一定会发送到消息队列 这样就保证了整个事务的一致性 一种简化的方案是利用了消息中间键的事务能力 从而把这个本地消息表移除掉 我们利用了比如说DocumQ的事务消息 第一个贴旦是发送一个半消息 这个半消息无法被消费者消费到 只有通过提交 还能被消费者消费 如果回滚了 这个半消息会直接被删除 DocumQ还提供了一种回查的能力 也就是当生产者挂掉 或者是网络导致的 没有办法 网络导致的原因等 那个提交或者回滚的消息没有收到 那么就会 DocumQ就会向生产者发起回查 当生产者收到回查请求的时候 会去再次查询数据库 事务有没有执行成功 并再次发起提交或者回滚 因此Docum系统中需要实现两个接口 第一个是执行本地事务的接口 第二个是执行回查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都是应用层面去实现的 DocumQ的事务的回查原理 其实也是利用了一个后台的线程 每个消息都会对应一个OP消息 代表 代表它有没有收到提交后的回滚 如果扫描到没有一个消息 没有对应的OP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 就没有收到提交后的回滚 就需要发起回查 上面我们说的是发送阶段的一致性的保证 那么在消费阶段是如何保证 它所有的消息都能消费到呢 DocumQ是利用从事对面与死性对面来实现 在消费者收到消息之后 执行本地事务 有可能出现失败的情况下 它将会把失败的结果返回 这个时候消费者会把这条失败的消息 重新发送给DocumQ DocumQ接收到这个从事的消息之后 它首先是放到延时对面里面 在达到延时时间之后 再有一个后台的线程 把它投递到从事对面 消费者代码里面 会默认的去订阅这个从事对面 订阅到的消息就会相当于是 刚刚那个重新发送的消息 会被订阅到 如果在多次从事以后 消息仍然没有成功 那么它将会把消息发送到死性对面 然后由人工来进行复理 每次从事的时间都会递增 比如说第一次是两秒钟从事 第二次变成四秒 最后变成一个小时 这样就会保证业务系统 它有足够的恢复时间 能够保证这个业务能够最终成功 从上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例子中 购物车服务它是必须成功的 它不成功就没有办法把订单取消 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是可以的 但是在其他一些业务中 比如说扣减库存 它是没有办法保证必须成功的 扣减库存到零之后 它就不能再扣减了 所以我们一个完整的事物 是需要包含补偿的逻辑 TCC和Saga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补偿逻辑的 首先是TCC 业务服务需要提供三个接口 一个是Try 一个是Confirm 一个是Cancel 在Try里面 它就需要检查这个事物能不能够执行 并且为事物的执行去预留资源 在Confirm阶段就会去执行业务 在Cancel阶段会释放运流的资源 有了这三个接口以后呢 有一个调度器去调度 然后第一次执行Try 和Firm和Cancel 和上面的RPC阶段是相似的 它与RPC的区别在于 它不是依赖的数据库底层的事物 而是通过业务系统的来实现的 所以它不会造成那个数据库的锁定 第二种就是Saga Saga是需要业务系统提供两个接口 一个是执行事务 一个是补偿 在执行事务阶段 就已经把这个事务全部执行完了 只有在需要补偿的时候 才会去调用补偿的接口 它需要业务服务提供一个逆等性的要求 比如说我执行两次事务 那么这两次事务执行完之后 与执行一次事务 所达的效果需要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个是支持空补偿 空补偿是指补偿的请求 由于网络延时的原因 可能比那个事务的请求先到 所以业务系统可能会先收到补偿请求 那么在先收到补偿请求之后 它判断之前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个事务 所以就是跳过补偿阶段 那么当它第二次再次收到这个执行事务的时候 发现之前已经执行过补偿请求了 那么这个事务也不需要执行 这样就要求业务服务需要把这个整个事务的流程都记录下来 之前执行过的什么流程都需要记录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实现 业务实现 Saga与TCC的对比是 TCC它需要实现三个接口 而且需要资源预留的功能 所以业务侵入比较大 而Saga的话 它只需要新增一个就是补偿的借口 开发较为简单 但是它的事务隔离性比较差 在当当那个事务失败之后呢 如果还没有执行补偿 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业务出来读取的时候 会发现事务已经执行成功了 这就是所谓的张股 只有当补偿执行完之后 它才会发现整个事务才是一致的 这些要求业务能够容忍 革离性比较差的情况 比如说银行转账 余额已经扣减了 但是对方银行还没收到 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收到转账成功 或者是失败的退款 这个退款相当于一个补偿的逻辑 在补偿收到之前 我的余额是对不上的 但是这个是用户能够接受的场景 Saga模式存在两种模式 一种是编排 一种是控制 编排相当于是把 每个纸业务系统的业务 编排到每个阶段 编排到每个系统中去 每个纸系统中 分别执行自己的事务之后 再去调用下一个纸系统 这里是通过消息的方式 比如说我先发一条消息到 那个加息对列里面 定义到之后呢 就执行事务 执行事务之后 执行完之后 调用下一个 事务的消息对列 这样的方式 缺点就是业务之间 存在循环依赖的 每个业务系统 需要知道下一个业务系统的 是什么 我会去调用 当我需要增加一种业务系统 增加一种业务的时候 需要改多个系统 第二种方式是控制模式 控制模式的话 存在一个中心的节点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订单的服务 他会去调用 其他的所有的子服务 通过消息对列方式 去发一条消息 每个子服务收到消息之后 他又会把自己的结果 发送到消息对列里面去 这个中心控制节点 收到这些 资务的结果之后 他会去判断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都成功了 就不需要执行后面补充 如果去 如果失败了的话 就可以去执行补偿 它的优点就是 业务偶和度比较小 而且依赖关系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容易实现 缺点就是依赖一个中心的控制器 而且它的消息数量也比较多 它多了一个 事务执行结果的一个消息 我总提一下 这种不同的 这种不同的柔性事务的方案 这个这个 TCC它能满足大部分的场景 但是它的实现的可较度比较高 需要自己去实现资源预留啊 这些水果这些逻辑 它需要提供三个结果 Daga的话就要提供两个结果 但是它有一个隔离性的问题 它能够适用于隔离性要求不高的场景 然后本地消息表和事务消息这两种方案的话 就只能适用于不需要补偿的场景 业务系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到底使用哪一种 这几种方案其实都是在业务层面的一种方案实现 是对于啊不同业务系统的经验的一些总结 呃 局面吧 其实也可以不用这几种方案 根据自己业务系统的需要 比如说啊 我就不依赖它的一致性了 我每天去调一个 调一个对账的系统去对账 再进去补偿这种也是一种实现的方案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